只是大陆电视品牌厂因淡季将到 砍单电视面板两成 造成期卖电有达单在台湾厂商 在明年第一季的产能利用率 将下降5%到10% 面板价格也有小幅走软的趋势 恐怕导致面板厂在线亏损隐忧 出货忘记一过整个面板供应链 供给过剩的疑虑再度出现 材料供应商表示 12月来自台湾面板厂的材料订单 已经较11月减少5% 面板厂预估今年1月的材料订单 又比今年12月下降10% 明年2月还会更低 将比明年1月再降20% 预期要等到明年3月份才会缓步回温 反而预估奇美店第四季渴望转亏为盈 有达亏损也渴望缩小 面板厂好不容易看到获利的曙光 随着中国大陆电视品牌砍单两成 加上库存升高 产能利用率下降与价格下滑的趋势下 使得面板厂恐怕在线亏损的阴霾 NPD Display Search表示 明年第一季大陆电视品牌厂 砍单电视面板订单幅度大约两成 面板厂产能利用率将由第四季的 85%到90% 降到明年第一季的80%到85% 但也有媒体报导 之前由于一斤电视面板缺货 面板厂营运策略 倾向将电视面板出货给国际品牌厂 以及大型系统代工厂 导致部分中国大陆一斤电视系统代工厂 拿不到面板出货量减少 对台湾系统代工厂威胁减少 也因此台湾系统代工厂出货量 也由今年的负15.2% 在明年渴望转为正成长 来到17.4% 东彩新闻综合报导